Hello 朋友们 咱们前两天切掉几个色料 总体来说都只能说一般般不是很理想 大家都知道色料的东西 风险高 只能说以小拨大的机会要尝试一下 所以说 今天咱们拿了一个 种水料 有一点点花 种水料 种水料相当于来说它的风险性就要 安全叙述要高很多了 这一件料子是一件蓝旗的 蓝旗 这种这种皮都白白的这种皮 是蓝旗这个坑口里面非常 非常出名的 里面的肉质非常好的 那个坑口 会有机会完全化开化冰的一块料子 你看一下全图这里有个小段口 段口有点花黑 证明这个料子总是是不错的 那我们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 搏一搏手镯 搏一搏手镯 你看我这里线又画一下 顺着这条线 让我们把它搏一下手镯 搏一下手镯 最主要是有手镯肯定 价格就高得多 所以说 安排啊 我们也给大家先看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表现 好 这个是它的一个 皮革表现啊 皮革表现跟打针的表现啊 这个是个断口的表现 从这个表现来看的话 种水是不错 具体什么层次需要切开才知道啊 一会我们就顺着这个线啊 画好这条线 开切 好像这里有一点点花啊 花不明显但是一点点 画龙点睛 安排 我随手画的这个线画的很直吗 我都佩服我自己 拿一个那个 好像这里歪了一点 应该有一个那个激光的那玩意儿应该会发的直一点 好 就这样了 安排 安排 现在安排切 朋友们啊 射料不好堵 种水量我还是有信心的啊 这种种水量切涨的几率就高了 那可不是什么三五层 一两层啊 那可是八九层机会能涨 这个石头品质还可以啊 挺好的 所以说 换一个比较薄的 手切 油切的那个都比较厚 考验一下 切工还是比较考验人的 因为这种薄片啊很容易偏 飘一下它就废 这个非常考验师傅 太薄了 这薄片 现切的话 它没法根据它裂的走向来 所以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 手切 手切可以跟着它的裂左右摆动一点点 这就是 现前没法做到的 并不是说舍不得啊 是因为 手工没控制它的左右啊 它这个切的时候它那个链还是有一点没吃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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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种子要看得到啊种子非常好非常好 以及是非常纯的冰的 非常纯的冰啊 冰杠位啊 还有这个整个整体有那种天空蓝的底色 看看这个冰有多纯 非常纯的冰 杠杠的 这个大牌随便取了完美大牌一点毛病没有的大牌 手朵的话就 没切出来啊 但是这个种啊 种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啊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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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的很的 纯纯的冰啊什么是纯冰正冰就这种了 非常纯非常纯 那我先过去过去过来吧 谢谢大家